第一章 介绍如何使用AED的五个步骤来救人一命 假如您看到有人昏倒 请确认环境是安全的 与他交谈 并确认病人有无意识 诶 你还好吗 发生了什么事 环境是安全的 请人帮忙叫救护车 并协助拿AED过来 快来帮忙 有人昏倒了 发生什么事 你赶快叫救护车 还有请携带AED过来 好的 检查呼吸 如果病人喘气静攣 可视为无效呼吸 它没有呼吸 胸部没有起伏 如果病人无意识且没有呼吸 立即开始胸外按压 做30次胸外按压并吹两口气 按压位置在胸部的中间 按压深度至少要5公分 速率至少要每分钟100下 30次胸外按压之后 畅通呼吸道 并给予两次一秒钟的人工呼吸 进行人工呼吸 如果对病人口对口人工呼吸有困难 可只做胸外按压即可 当AED制放箱的门被打开时 会发出警报声 提醒周遭的人有紧急事故发生 拿到AED之后 立即开始启用 我拿到了AED 好的 您来操作AED 一个人操作AED 另一位继续做心外按压 如果病人的衣服很难脱掉 直接用剪刀剪开 一 二 三 四 五 当上盖打开时 电源便立即开启 并开始语音指示 移除电源胸前所有衣物 取出电极贴片包装袋 撕开电极贴片肤纸 依照贴片上的图面指示 照着机器上的图示 将贴片牢牢地贴上 哪一片在左边 哪一片在右边 都没关系 AED 检查病人心律时 请勿触摸病人 请勿触摸病人 病人心律诊断中 建议电极 充电中 请勿触摸病人 按下闪烁按钮 实施电极时 在按下电极按钮之前 一定要确认 没有人触碰病人 电极实施中 可以触碰病人 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给病人实行电极之后 应立即恢复 对病人做心外按压 遵照AED的语音指示 每隔一至两分钟 做立即变换 继续做心肺复苏术 直到医疗急救人员接手 或病人恢复正常意识 请勿触摸病人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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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送病人 病人 病人-病人,病人失控计会